詞曲 初音樂 廖宏 永宏 我覺得你進步超多的欸 是不是?大家說是不是? 拍照! 今天是他的第三講 對,然後想起他第一次演講的時候 跟這次真的差距很多 所以真的進步了超多 那他做很棒的是說呢 就是大概最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在主持人介紹題目的時候 可能有微微的小小的不太清楚 然後他又再做了一次的解說 他就說我的題目是 事與願違之乎 然後他又再做了一下解釋 事情跟我原本後來發生的不一樣 對 然後他又帶出了老庄的思想要順從 還有墨家的比較激進的想法 讓各位觀眾就是觀眾們更清楚這樣 第二個呢 我覺得他很棒的是 他的動作 對 他動作很活潑 還有就是他很棒的微笑 再加上他在講墨家的時候 他很激進的做一下這個動作 然後還有那樣的動作 對 所以在body language 的部分是 有做到很棒的地方 再來呢 他的台風很穩健 對 然後我最喜歡的就是他的微笑 就是他雖然常講講會傻傻的微笑 但我覺得這真的是在觀眾上 就是在台上真的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就是微笑 對 好 那這邊呢真的是要給永宏一個小小的建議 對 就是呢 第一個就是在講話的時候可以再慢一點點 對 那因為講的就比較太快一點 所以在咬字上會比較不重要的清晰 對不是刷牙要刷清楚 主義是要乾淨一點 是要講比較清晰一點 讓我們觀眾可以再更聽得更清楚一點 也這樣 對 那今天呢 整個演講就是從我們的事與願維 然後帶出了老莊思想順從 還有比較激進派的墨家 那還有帶到一句就是我們的愛因斯坦 對 如果你有1分鐘的時間 你會用55 欸 1分鐘 1個小時 然後 等一下 然後再做55分鐘去找出問題所在 然後再用5分鐘的時間做一個就是最快速的解決 很有效率 那又帶到了我們就是麥肯熙的七個步驟 對 那這個之中 因為我知道中文不是很好 我去查了一下 覺得如果可以 因為我們最後還就看到綠牌 那其實還有一點時間 建議可以試著在彼此之間找到一點點的關係 然後再把這些劇情包巢疊起之後 然後再給我們一個很棒的結論 因為其實還有很多時間可以做一個小小結論 或者是說可以讓我們這幾個重點之中 我們取一個最重要 然後再講出自己心裡面最曾經過的一個故事 然後再做一個很誇張的body language 讓我們這故事就很完美的結束 謝謝老師們的支持 謝謝